我常常說 我們可以犯錯 但是不可以犯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我們現在那個AZ疫苗 還有剩下一些 我們把這個北農的計畫 現在改成叫台北市批發市場專案 因為發生在北農的事情 不小心同樣會發生在其他的大批發市場 比方說續產公司、漁產公司 發費甚至凡然批發市場 他們都有一個特色 來自全省各地在那裡 晚上要各自下午要各自回家 所以那個要做追蹤什麼都很困難 而且每天來的人數也不見得一樣 而且戶籍都不只是台北 所以因為在北農的這個例子 我們現在決定把整個台北市大的批發市場 全部比照北農的方式 你知道 在最短的時間內 全部把它打疫苗 所以我們現在打疫苗的順序 你知道 當然醫院低優先 特別是還有那個防疫專責旅館 就是在照顧這個確診者的 這低優先 再來是長者要優先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一旦感染死亡率太高了 80歲以上 我看國外資料都20% 所以一直在問說 那些大於80歲真的要打疫苗嗎 我說兩害相權取取輕 因為你那個80歲以上 你知道你真的感染一次 死亡率20% 這才是太高了 所以 所以長者還是要打 所以醫院要打 年紀大的要打 下一個就是 在管理上很困難的 要做防疫工作 成本很高的 這要優先打 所以 我們現在也希望在這個禮拜 把這些 這些打疫苗的這種人員 我們再重新整理一遍 有這五項 第一個就是 逼發市場 我們會比照別農來處理 就大規模 把它 反正固定在那裡工作 我們算一算大概有一萬個 這要處理掉 再來是 過去打AZ疫苗已經打過第一劑 這個打第二劑 已經時間到了 這個有一萬三千名 明天起就 授權各醫院 過去打這個 不管他是公會 市會這個智慧 其實現在全部都免費了 不管他 這個大概有一萬三千名 另外一個是 街友 我們台北市街友 算一算大概有七百個 所以這個到時候 為那個社會局 會造冊 帶他們去打疫苗 這個也是 不管是 人道 還是個社會安全 我覺得給他們打疫苗 是應該大家不會反對 在林長這個 不過我後來算一算 我們台北市的林長 75歲以上本來就很多了 所以這個 九千人大概沒有那麼多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那個外籍人士 這次要感謝那個 台北醫學大學的 負責醫院 幫我們處理這個 處理這個外籍人士 大概明天早上八點 他們會 會開始一樣 他們醫院有一個網站 應該是英文的 讓這個75歲以上外籍人士可以去登記 其實算一算我們台北市 75歲以上外籍人士不多 才330個 所以就 因為人數不多 像這樣 如果將來年齡往下降 有更多人 我們可以找更多的 醫院來參加這個 所以只要上網登記 最重要的是要有那個 一個是外國人身份 另外一個是 有台灣的居留證 因為要填那個居留證號碼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 我們這個禮拜要做 那剛才講說 我們台北市的批發市場 有1萬人 你知道 算一算就是這樣 發費大概是1000 漁產1200 農產 如果連那些拖拉 那個司機 旁邊的工作人員 算一算 可以到4790人 續產有750 還有環南市場2800 大概我們的目標大概是1萬人 這是我們台北市的批發市場 因為他們實在是太複雜了 以其花很大的力氣 去做什麼 什麼疫調啦 那個叫什麼 這種防疫措施 不如就這些人優先打 而且他們一旦感染 會散到全台灣去 太麻煩了 所以這個優先了 所以是 我們把它列為我們這個禮拜 台北市打疫苗的優先順序 另外一個是 這個75歲外籍人士 就跟 就明天早上一樣 8點到晚上8點 線上預約 就是到那個 台北醫學大學複色醫院 那 接種地點是在6月24號 我們先這樣 那將來如果有 年齡往下降 有更多外國人 我們會再 邀請更多的醫院來處理 所以這專門 我覺得是這樣啦 外國朋友我們 就比照 台灣的 那種標準 就是說 我們本國民眾怎麼處理 有在台灣的 具有的外國人 我們給他同樣的待遇